哈喽大家,我是管小熊 热烈庆祝广大考生成功完成高中学业 即将踏上崭新的真诚 鼓掌 哈喽大家,这里是ViuViu 今天呢,我就跟管小熊一起 带大家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吧 中学时代最后的假期,建议怎么度过呢? 我在各大平台上搜索了下关键词 出来的都是诸如 高考后一定要做的几件事 准大一必看,暑期逆袭,开学远超同一人 属于是光看标题就有点莫名焦虑是怎么回事 当经历完高考的大家 想必过去一年都没有怎么好好放松玩耍锅 而高考以后的这个假期呢 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轻松 最无忧无虑的一个假期了 毕竟大学以后的假期 还有各种的暑期课程 暑期实习,保留,救援 总之呢,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非常的有限 那么作为一个秉持劳逸结合观念的人呢 我也是非常支持大家趁这个假期也好 出去放松玩耍一下 别让自己的小伙伴们去做一次毕业旅行 把之前怕影响高考而不敢肆意放飞的事情呢 都好好地体验一下 当小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疫情防控哦 之后呢,肯定也会有很多小伙伴们觉得 一定要抓紧这个假期的时间 学一点什么新的技能 跟着网上的各种博主 比如说减肥啊,学个化妆啊,学个乐器啊,学个编程啊,之类等等的 让自己换而易心 然后,惊惊所有人 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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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里要提醒大家记住的就是 亮丽而行 拒绝盲从 就像小时候抱兴趣般 只有你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你才会有动力一直坚持下去 不然呢,就是兴致勃勃地立了一堆flag 然后全部都莫名其妙地不了了之 就像我当时觉得吉他弹唱很酷啊 于是刚好结束呢 我就给自己整了一把吉他 没错,我到现在连吊牌都没有剪 之后就是发现自己连手指都大不开 于是练了一周之后 他就躺在角落里面吃了三点的灰 之前我闺蜜来我家玩他的时候 他的A都已经变成了酱了A 我的字学水平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大幕大神 不喜悟喷 网上的建议和声音有很多 最重要的是听从自己的内心 你想受什么 最想掌握的是什么 选定了就去坚持 毕竟学会一项技能 养成一个习惯 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那么大学和高中相比 学习的目标和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高中以前我们的学习更像是应试教育 每一门课都有很明确的考点 之后就是变着花样的不断反复练习 那么大学的课程是否有应试的成分呢 肯定是有的 有一些课的老师甚至会在期末的时候 给你划明很明确的考试范围 我之前有一门专业课 最后去找老师答疑的时候 问了个问题 那个老师认真地看了我好久 那个表情反复在说 你有没有能听最后的复习课啊 之后他跟我说 这个我可没需要考后 但是我还是给你讲一讲 当然大学的学习目标 肯定不能仅仅天由于精准地继续考点 然后拿到高分就完事的 如果说你学的专业是你外的工作方向 那也就是你将来几十年 需要熟练运用的技能 肯定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如果说你选的是你感兴趣的选修 那肯定也要学到一些实际的知识 才算有所收获 周个人呢 很不建议大家为了水学分 去选一些自己不喜欢的课 不然既是浪费时间又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大学的选课自由度是很高的 所以说真的很推荐大家 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花在自己真的感兴趣 和想要有所收获的课程上面 那样才是最有价值的 之后呢 大学的学习强度跟高中相比 也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我跟我身边的小伙伴们呢 把大学每学期的生活形象的比喻为 开学前两周疯狂的玩 然后三个月走完高中的三年 期末期的时候 两周备占高考 我也是属于那种在学习上比较慢热的人 学的时候呢 确实是学会了 期末一复习 我深刻怀疑我每星期在图书馆肯的一些知识点 他没有进我的大脑 都进了我的消化系统 三年下来的一个总结教训呢 就是光听课不够 光做作业也不够 以前呢 我们还说预习听课复习三步走 平时呢 也有单元小册 章节小册 周考月考 到大学之后呢 基本上就只有上新课 加上做作业 平时依靠老师布置的任务呢 大概率是不够的 自主学习真的非常重要 之后呢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呢 就是你在生活中去找跟课程内容相关的东西 比如说我跟闺蜜出去了网的时候 一个人想买某样东西 另一个人说 诶我也想 之后我们就会说 嗯 这个是正的网络外补行 之后我们在书店看那种新书的金装本 我们就会说 嗯 这个是价格歧视 就是当你在生活中发现一些细节 真的可以用你课堂上的内容去解释的时候 一方面呢 可以帮你加深印象 另一方面你会觉得 哇 学这个东西真的挺有用的 而且确实挺有趣的 那么大学和高中的社交活动和交友圈 又有什么不同呢 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呢 可能是大学没有那么紧密的班集体 虽然行政班的概念也是存在的 但是一学期能够坐在一起的机会可能也就只有一只手能数得过来的班会而已 所以想要通过长时间的相处去培养友谊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但是大家可以尽量地打开自己的社交圈 通过各种的社团活动 学生工作 志愿活动 社会实践等等 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毕竟学校呢就像是一个微缩型的社会 你在这个里面可以遇到各种有趣的灵魂 也可以发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像我有一些朋友现在已经毕业了 但是还在保持很频繁的联系 甚至有在呼吸明信片 以及约着假期一起玩 之后呢 大家在交友的过程中也要记得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毕竟是否合拍呢 也是要交流沟通了之后才能知道嘛 关于大学 你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呢 相信不少人都接受过这样子的观点 这样大学就轻松了 大学期间一定要好好体验 好好玩手哦 但是作为一个边学边玩了三年的大三老阿姨 突然就开始迷茫 我的未来在哪里 我想要保人的专业是什么 我理想中的工作应该是一样的 显然这些都不是一拍脑袋就能够想明白的事情 如果说你对你未来的人生有很明确的规划 那么恭喜你 你这一路走来都会很坚定且有底气 但事实上有很多人 现在所谓的专业跟未来的工作并不对口 如果说从高中到大学 是对过去12年学习成果的检验 那大学其实就是未来整个人生的起点和入场券 在这里没有人要求你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也没有很嘈杂的声音去告诉你 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 所以说这时候 这个选择题更应该是你为你自己 去听从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你喜欢什么 想要成为什么 我的导师跟我说 不要害怕试所成本高 因为跟未来的任何一个时间相比 当下都是试所成本最低的时候 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一进大学就躺平 而是要勇敢的去奔赴自己所热爱的 最后欢迎大家加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我和管小熊在这里等你来哟